欢迎收看3月26号的财经Esperso 晚上好我是醒龙 经历周一亚洲股市集体崩跌之后 马股今天未能重返1650点水平 全天只微涨了0.79点 以1649.94点挂收 在汇率方面 马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则下跌至4.07000令吉 接着来看企业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买房是很多人的梦想 不过在未来你我的房贷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贵 根据彭博社分析员指出 尽管大马银行领域可以取得更高的贷款率 不过银行领域的存款业务竞争激烈 也潜在地增加了银行融资成本 因此银行的赚幅无法显著推高以及扩张 这也导致房贷变得昂贵 那分析员也补充 在2018年有一些银行允许贷款超过90%的存款 不过依然面对着赚幅萎缩的情况 换个焦点 风波不断的莱纳斯在大马营运一直备受质疑 股价从去年5月到现在已经跌了40% 但市场对稀土的需求保持强劲 澳洲财团新农企团今天便现已 以大约44亿令吉收购莱纳斯 新农是一家稀土生产商 在大马关丹拥有一家稀土厂 该公司现已以每股2.25澳元收购 比莱纳斯周一收市水平溢价了45% 但有分析员指出 15亿澳元的收购价太便宜 可能引发收购战 无论如何 新农文告指出 这项五约数的限购计划 需要符合一些条件 包括莱纳斯在大马的营运执照 还有效 并且有效期限让人满意 你对大马的未来有没有期待呢 有一些人甚至会觉得 大马没有竞争能力 其实马来西亚在今年的 亚洲区域竞争力当中 排名第11位 较去年上升了两级 根据博奥亚洲论坛上发布的 亚洲竞争力2019年度报告 一直高居榜首的邻国新加坡 被韩国几下排名第13位 那亚洲四小龙另外两名成员 也就是台湾和香港 则分别位居第二以及第四位 这显示出亚洲四小龙 具有领先亚洲的国际竞争优势 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